第十章 软组织受伤 修复与处理 使用运动治疗来有效地处理肌肉骨骼疾病 解决于根据支持该治疗介入 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之完整临床推论 因此重要的前提是检查造成限制或可能会妨碍 完全参与期望活动之结构性和功能性损伤牵涉部位 检查已确定涉及的组织是处于恢复的急性期 压急性期或慢性期也很重要 因此运动类型和强度不妨碍恢复 而是更能够有效愈发愈合 让功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并且避免更多问题 此章和之后章节是假设读者对于骨科相关问题 已经具有检查、评估和制定治疗计划能力与技巧的基础下 能做出符合目标之有效的运动选择所说明 利用本章呈现的原则 读者可针对结构组织疾病的愈合阶段 以适当强度介入并设定运动治疗计划和选择技巧 而后续章节将呈现特定关节、软组织、骨骼、神经损伤 以及常见手术介入的处理方式 软组织损伤 软组织损伤例子 肌肉骨骼疾病 拉伤 只对软组织过度牵拉 用力及过度使用的情形 程度次于扭伤 会发生在轻微创伤 或是非惯性重复性伤害的微小伤害 通常用来指肌肉肌腱单位分离的断裂情形 扭伤 严重的压力、牵拉或软组织的撕裂 例如关节囊、韧带、肌腱或肌肉 通常指韧带伤害 并以程度分为三级 如一级轻度、二级中度、三级严重扭伤 托胃 部分位移通常指关节骨骼 会导致解剖位置关系的丧失 并引起软组织伤害 发炎、疼痛和肌肉痙磷 扮托胃 关节骨骼的非完全性或局部性托胃 常造成附近软组织的二度伤害 肌肉韧带断裂或撕裂 若是局部断裂或撕裂 则肌肉被牵拉或抵抗阻力收缩时 会有疼痛的情形 若是完全断裂或撕裂 肌肉应伤害而无法收缩 因此受到牵拉或收缩时 不会引起疼痛 肌腱病变、肌腱损伤 肌腱病变是一般术语 指的是慢性肌腱病变 肌腱滑膜炎是覆盖在肌腱上的滑液膜 发炎情形 肌腱炎是肌腱发炎 可能会造成疤痕增生或钙化沉淀 肌腱炎是指发炎合并 肌腱增生 肌腱变性是因为重复性微小创伤 造成的肌腱退化 滑膜炎 滑液膜发炎 因创伤或疾病造成过多的正常滑液 囤积在关节或肌腱中 出血性关节炎 因严重创伤造成的关节内出血 肌腱囊肿 关节囊壁或肌腱肿胀 肌腱囊肿可因为外伤引起 有时 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发生 滑囊炎 滑囊发炎 挫伤因直接撞击造成的瘀血 造成微血管破裂 出血 水肿 及发炎反应 过度使用症候群 累积性伤害疾病 重复扭伤 肌肉或肌腱的重复性 次大强度的过度负荷 和或摩擦性 磨损造成的发炎及疼痛 因创伤或病理造成的临床症状 取着涉及软组织的情况 原发性病理因素难以被定义 或该组织 虽愈合但伴随限制 因而导致次发性功能丧失 以下为因各种因素 造成的临床表现的例子 包括先前段落所列的原因 功能障碍 组织或部位丧失正常功能 而软组织适应性缩短 粘连 肌肉无力 或任何造成正常活动性丧失的情形 则会可能造成功能障碍 关节功能障碍 滑液关节的正常关节内动作机制丧失 通常造成功能丧失 及疼痛 外伤固定不动 失用老化或严重的病理疾病 也许都是促成因素 软缩 皮肤 筋膜 肌肉 或关节囊的适应性缩短 造成该结构缺乏正常活动性或柔软度 粘连 因固定不动 创伤之后或手术并发症 使得胶原纤维异常粘连 于周围结构上 造成该结构的正常弹性和滑动受阻 反射性肌肉防御性收缩 因疼痛刺激造成的长期肌肉收缩 主要引起疼痛 可能是附近组织或底下的组织损害 或是转移痛造成的 若非因转移痛造成 收缩的肌肉会功能性固定受伤组织防止动作 当疼痛刺激缓解时 防御性收缩情况也会停止 内性肌肉筋卵 当肌肉持续收缩时 因局部循环或代谢改变 会造成肌肉收缩延长 循环或代谢的改变会造成疼痛 因此不论一开始造成防御性收缩的损伤 是否持续受到刺激 该肌肉将自我延续收缩 病毒感染、寒冷、过久的固定不动 情绪压力或对肌肉的直接创伤 都可能造成痙攣 肌肉无力 肌肉收缩力量下降 可能因为系统性、化学性 或是中枢周边神经系统 或肌肉神经连接处的局部损伤造成 也可能是肌肉受到直接的刺激 或单纯因不活动的结果 肌肌膜腔势症候群 封闭且无延展性的肌肌膜腔势 内压力升高会影响血管、肌肉及神经的功能 若无介入处理将造成缺险情况 及不可逆的肌肉丧失 而造成的原因包括 但不仅限于骨折、重复性外伤、挤压伤害 骨骼牵引及约束性的衣物、产板或石膏 组织受伤的严重度 一级、一度 当受伤时或24小时内轻度疼痛 当软组织受到压力时有轻度肿胀 局部压痛和疼痛 二级、二度 需要停止活动的中等疼痛 在该组织上施压或处诊会增强疼痛 若为韧带损伤 部肺纤维断裂会造成关节活动性增加 三级、三度 接近完全或完全撕裂 或组织肌腱或韧带撕裂犯随严重疼痛 在组织上施压通常是不痛的 但是透过注诊可发现缺损 韧带撕裂会造成关节不稳 组织受刺激情况 发炎期与修复期 结局组织受到刺激后 无论是来自机械性损伤 包括手术或化学性刺激 血管与细胞之反应是相似的 组织受到刺激和敏感是这些反应的结果 而且通常被分为发炎、修复和成熟 重塑三个重叠阶段 下表总结了临床迹象和症状 表10.1 组织愈合的阶段 特征临床迹象和介入 急性期 发炎反应 组织反应与特征 血管变化 细胞与化学物质渗出 血块生成 吞噬作用中和刺激物质 早期纤维母细胞活动 临床迹象 发炎 组织阻力前出现疼痛 复健阶段的物理治疗目标与介入 保护期 早期 控制发炎的影响 选择性休息 冰敷 压迫和抬高 预防休息之不良结果 非伤害性动作 被动关节活动度 按摩 谨慎的肌肉定位收缩 亚急性期 增生 修复 与愈合 组织反应与特征 有害自己的移除 微血管床生成 胶原生成 肉芽组织 非常脆弱 组织 易受伤 临床迹象 发炎减少 疼痛与组织阻力同时出现 复健阶段的物理治疗目标与介入 控制动作期 中间期 建立可活动的疤痕 对限制之行选择性牵拉 关节松动术 徒手操作技巧 促进愈合 非伤害性主动 阻力 开放链 或闭锁链 稳定运动 肌耐力运动 与心肺耐力运动 并小心进展强度 及范围 慢性期 成熟与重塑 组织反应与特征 结体组织成熟 疤痕组织软缩 疤痕重塑 脚原纤维 随压力方向排列 临床迹象 发炎消失 组织阻力后 出现疼痛 复健阶段的 物理治疗目标 与介入 重返功能期 进阶期 增进疤痕的 张力性品质 渐渐是 强化肌力与耐力运动 发展功能性独立 功能性运动 与特殊训练 急性期 发炎反应 急性期 会出现发炎迹象 肿胀 发红 发热 休息时疼痛 及功能丧失 测试关节活动度时 会疼痛 而且病患 在动作到 活动末端范围时 会出现 防御性收缩 疼痛与 动作受限 是因为化学状态改变 会自己神经末梢 而组织张力增加 则是因为水肿 关节肾液 及肌肉 防御性收缩等 因此身体会固定不动 疼痛的部分 若不是永久性刺激 此阶段大约持续 四到六天 亚急性期 增生 修复 与愈合 亚急性期发炎迹象 会逐渐减少 并且最终消失 测试关节活动度时 病患会在允许的 关节活动度末端 感受到组织的阻力时 感觉到疼痛 当新生组织受到超过 及忍受范围的压力 或紧绷组织受到压力时 疼痛才会发生 肌肉测试为无力 并因此造成功能限制 此阶段约持续 10到17天 障害发生后 14到21天 但也可能 因为组织循环不良 如肌腱而持续到6周 慢性期 成熟与重塑 慢性期已经没有发炎迹象 但可能因为 轮缩或粘连导致范围受限 也可能因为肌肉无力 造成正常功能受限 在这个时期 结体组织会因为 所施加的压力 持续强化并进行重塑 在测试紧绷结构 到允许范围的末端时 可能会有牵拉的疼痛感 肌肉无力 肌力及神经肌肉 控制不良 都可能造成功能的限制 是组织的不同 及受伤程度 这个阶段 可持续6个月到1年 慢性发炎 若受伤组织 被持续施加 超过修复能力的压力时 就会呈现长期发炎状态 症状包括 活动后持续超过 数小时的疼痛增加 肿胀 肌肉防御性收缩的情况 也包括 休息后僵硬感增加 活动后24小时上失 关节活动度 以及当刺激持续存在 组织就会有渐进的明显僵硬感 慢性疼痛症候群 慢性疼痛症候群 为持续超过6个月的症状 包括与刺激源 或发炎无关的疼痛 以及反映在生理 情绪和心理社会表现上的 功能限制与失能 急性期的处理 组织的反应 发炎 发炎期涉及组织的细胞 血管 及化学物质反应 软组织受伤后的前48小时 主要是血管方面变化 先从血管中 跑出细胞和物质等渗出物 接着血块生成 在这个过程中 开始产生与化学刺激 或有害物质的综合反应 早期纤维母细胞活动 微血管床的新生 这些生理变化 除了是种保护机之外 也是促进后续修复 和愈合工作的刺激因素 一般而言 若不是永久性刺激 此阶段大约持续46天 处理指引 保护期 在介入保护期中 治疗室的角色 是控制发炎产生的影响 促进伤口愈合 以及维持其他 未受伤组织和身体部位的正常功能 这些资讯 加要于蓝 10.1 蓝 10.1 处理指引 急性期 保护期 结构性与功能性损伤 发炎 疼痛 水肿 肌肉痙磷 动作受伤 关节肾液 若关节受伤或关节炎 减少使用相关部位 照护计划 1.病患教育 2.控制疼痛 水肿 痙磷 3.维持软组织和关节完整性 以及活动性 4.若有症状时 需降低关节肿胀 5.维持相关区域的完整性 及功能 介入 直到受伤后一周 1.高中病患 预期的恢复时间 即如何保护患部 同时维持适当功能活动 2.冰敷 压迫 抬高 按摩 48小时 固定患部不动 休息 腹目 贴渣 石膏 避免造成患部压力的摆位 无痛的关节把位下 执行温和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关节振动 3.在疼痛限制范围内 执行适当剂量的被动运动 特别是受到牵连的结构 适当剂量的间歇性肌肉定位收缩或电刺剂 4.若肿胀很快出现 出血则需要药物介入 提供保护 腹目 石膏 5.根据相关区域的近端 其对原本受伤的影响 执行主动协助式 自由 阻力式和或修正的有氧运动 进行功能性活动时 必要时应提供适合或协助设备来保护患部 注意事项 发言期必须具有适度的休息和活动 过度活动的迹象会疼痛增加和严正加剧 禁忌症 正在发言的组织位置或肿胀组织 不应执行迁拉和阻力运动 病患教育 告知病患在这段时期可能会发生的症状 4到6天 这个阶段能做的事情 任何注意事项和禁忌症 以及当症状减轻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需要让病患了解这些急性症状通常是短暂的 并要懂得在这段愈合期间有哪些可以安全执行 受伤组织的保护 为了减少击入骨壳系统疼痛并促进愈合 受伤后的前24到48小时内 保护处于发炎的患步是很重要的 通常会提供休息 腹目 贴渣 石膏 冰敷 压迫和抬高 依照受伤的类型及严重度 处理疼痛及水肿的徒手技巧 也能有所帮助 例如按摩 温和一级的关节振动 若下肢受到影响 可能需要协助辅具保护 执行部分承重或非承重行走 预防因不动的不良影响 必须避免完全或是连续的固定不动 这会导致临近组织出现纤维捏脸 结体组织强度减弱 及关节软骨变化 治疗的长期目标 是在受伤部位形成强壮 且可活动的疤痕组织 恢复完整且无痛的功能活动 一开始 纤维网状形成是不规则的 需要依据作用于组织的机械力 让疤痕有组织的排列 为了让疤痕有组织性排列的发展 急性期在可忍受范围内 开始小心执行被动动作 来加以治疗 特定组织的动作 特定组织的动作应直接施加于该结构 避免心生纤维异常年连带临近的组织 并且预防巴胺组织可能发生的断裂 特定组织的技巧如下所述 动作的强度 动作的强度计量必须温和 且不至于让纤维组织脱离愈合位置 太早开始 过度的动作将引起疼痛 且使得组织再度伤害 被动动作的计量会取决于受伤程度 有些病患在前24到48小时内 无法忍受任何活动 有些仅能忍受些许角度的温和被动动作 目前各种关节的手术后 立即使用持续被动动作 CPM 被认为是有用的 包括关节内 骨构及骨干骨折 关节外轮缩 及年龄的手术改善 和其他特定状况 在这个阶段中 只要不会造成疤炎或疼痛 任何可忍受的动作都是有益的 而主动动作通常在活跃的病理过程中 为禁忌症 除非是慢性疾病 像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整体性动作 受伤部位附近的主动动作 可维持未受伤组织的完整性 并且促进血液和淋巴循环 注意事项 如果动作会增加疼痛或发炎 就表示活动量太大 或不应执行该动作 在这个阶段 动作要特别注意 特定介入和计量 被动关节活动度 疼痛限制内的被动关节活动度 POM POM对维持关节 韧弹 肌腱和肌肉的活动性 以及改善液体动力学和维持关节养分 是有益的 初期的活动范围可能很有限 且牵拉是这时期的禁忌症 因被动关节活动度技巧而增加的活动度 主要来自降低疼痛 肿胀 以及肌肉防御性收缩 低剂量关节松动术 徒手操作技巧 低级或二级的牵匠和滑动技巧 可有效改善关节内液体动力学 维持软骨健康 该技巧也能够反射性的抑制或阻挡疼痛的感觉 因此 急性期执行低剂量 关节松动术 对患部关节动作之关节病例或其他节地组织受伤 都是有益的 肌肉定位收缩 不引起疼痛或关节压迫下 以非常低强度 间歇执行 温和等长肌肉收缩 有很多用处 肌肉收缩的帮助作用 可协助循环并改善液体动力学 若肌肉有损伤或受伤 必须将肌肉摆在缩短位置 做定位收缩技巧 协助维持 肌动 肌宁肌丝滑动能力 但不至于对组织造成伤害 若关节受伤的话 执行肌肉定位收缩时 会根据疼痛摆位 通常在关节休息位置 执行会最舒适 若能忍受 见一些肌肉定位收缩技巧 可在数种姿势下执行 按摩 目的是移动液体 若能够小心 温和的按摩受伤组织 将有助于预防粘连发生 肌腱的损伤通常会失与 和组织纤维走向垂直的力道 使粗糙表面变得平滑 或维持肌腱在腱壳内的活动度 而且施行时 必须让肌腱处于紧绷状态 而肌肉损伤时 通常会摆位在肌肉较短的位置 才不会分开 愈合的裂痕 至于按摩时 对于手里种的效果 将在第25章中讨论 相关区域的介入 在保护期 必须尽可能地维持 相关区域的正常生理状态 纳入技巧 以维持或改善以下部分 关节活动度 取决于对受伤组织 及附近的影响 可主动或被动执行技巧 阻力运动 在非直接相关受伤组织的肌肉上 也许可执行 适当计量之阻力运动 让病患预备使用 腋下管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 以改善功能性活动 功能性活动 依据受伤区域 及期望的功能性活动 可能必须使用支持型 或辅助设备 临床提示 重要的是 要预防阴肿胀和固定不动 所导致的血管瘀制 鼓励在安全范围内 执行功能性活动 使用支持型弹性绷带 抬高换步 适当按摩 及肌肉定位收缩技巧 将有助于促进循环 亚急性器的处理 组织的反应 增生 修复 与愈合 组织受伤后的2-4天 发炎开始减缓 血块开始溶解 受伤处开始修复 此阶段大约持续10-17天 受伤后14-21天 呆可延续至6周左右 在这个阶段 胶原纤维合成与沉积 是主要的特征 有害刺激会被移除 接着是微血管的生长 纤维母细胞活动 胶原细胞形成 肉芽组织生成增加 而且在受伤后第四天起 胶原母细胞会大量生长 并持续到21天 这些胶原母细胞 将形成新的胶原细胞 而这些未成熟胶原细胞 会取代原先 形成血块的渗出物 此外 第五天开始 基纤维母细胞的活动 并造成结痂的收缩 根据受伤的大小 肌肉和皮肤的伤口愈合 通常需要5-8天 而肌腱和韧弹 则需要3-6周 在这个愈合阶段中 未成熟的结地组织 不仅细且不规则 因此非常脆弱 且容易因过度压力而受伤 但是依据正常压力线方向的 适当张力性负荷 可促进其适当生长与排列 同时还可尽量降低 周围组织的粘连 处理之影 控制动作器 陈老师在此阶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疼痛不再持续 而且可开始执行主动动作 病患会感觉好多了 但却容易出现进展太快 或相反的因谨慎而进展得不够快等情况 因此了解愈合过程和组织对压力的反应 会成为此期临床决策的基础 此时期关键是开始执行与进展 非破坏性的运动和活动 在愈合组织忍受范围内运动和活动 并且不引起再次受伤及发炎 以下部分将总结于蓝10.2 蓝10.2 处理指引压极性期控制动作期 结构性与功能性损伤 在允许的关节活动度末端会产生疼痛 水肿减少但仍存在 关节肾液 若伤及关节时 关节肾液会减少但仍然存在 软组织肌肉和或关节软缩 在固定不动部位发生 因减少使用或疼痛产生肌肉无力 减少患部和相关区域的功能性使用 照护计划 1.病患教育 介入直到受伤后三周 1.告知病患预期的愈合时间 与遵从指引的重要性 教导居家运动 并鼓励病患执行与治疗计划 一致的功能性活动 当病患进展时 需要监测并修正计划 2.促进受伤组织的愈合 2.监测组织对运动进展的反应 若有疼痛或发炎加剧 需要降低运动强度 以腹目、贴渣或包渣 辅助设备保护愈合组织 渐进增加关节每天自由活动时间 并随着支持的肌肉激励增加 减少使用辅助设备 3.恢复软组织肌肉和或关节活动性 3.在疼痛限制范围内 因被动运动渐进到主动协助式运动 再到主动关节活动 针对涉及的结构 并逐渐增加疤痕组织的活动性 若关节活动度受限 逐渐增加相关结构的活动性 针对紧绷结构使用治疗技巧 4.建立患部和相关肌肉的神经肌肉控制 肌耐力和激励 4.刚开始时 在病患忍受范围内进行多角度的 等长收缩运动 并小心地施加轻度阻力 开始主动关节活动度 保护性承重与稳定运动 当关节活动度 关节内动作和愈合改善时 进展到增加重复次数的 等张运动 强调运动模式的控制和适当机制 这个阶段后期才逐渐增加阻力 5.维持相关区域的完整性和功能 5.执行渐进的强化激励运动 及稳定运动 并监测患部反应 愈合组织恢复从事低强度功能性活动 但不加剧症状 注意事项 一般情况下 此阶段早期的发炎迹象或关节肿胀会减轻 随着活动的程度进展时 会发生一些不适 但不舒服情况不应持续超过几个小时 动作或活动过度的迹象 包括休息时疼痛、疲劳、肌肉无力增加 和筋卵持续超过24小时 病患教育 告知病患此阶段中预期的进展 愈合的时间及超过组织忍受程度时 会出现的迹象和症状 鼓励病患恢复从事正常活动 但不应加剧症状 还有注意会不利于愈合过程的 娱乐、运动、工作相关的活动 教导病患居家运动 并协助其适应和介入策略 一致的工作和娱乐活动 因此病患能够变成恢复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 疼痛和发炎的处理 愈合过程中疼痛与发炎会逐渐减少 亚急性期早期能够开始执行主动活动 及牵拉运动的标准 包括肿状减少 不再持续疼痛 即在允许范围内疼痛不会加剧 要开始新的运动或进展运动强度时 要监测病患反应 若症状加剧 则需要调整运动强度 临床提示 在亚急性期 新生组织比较脆弱且容易锻炼 但病患通常因感觉良好 而太早恢复正常活动 造成症状加剧 运动进展的速度太快 或过早恢复功能性活动 都会使得脆弱的新生组织受伤 且延迟恢复时间 并造成疼痛及持续出现发炎的反应 使用安全强度开始与进展非破坏性动作 如此一来 新的胶原纤维会因为压力排列 而不会粘连临近结构 造成往后的疼痛及组织活动性受限 主动运动的开始 因为受伤部位的使用受限 即使没有肌肉病变 仍会产生肌肉无力 愈合的压急性期 是介于受伤组织在无痛范围内 开始主动运动 即渐进到谨慎之行耐力 与强化激励运动之间的过渡期 所以要维持在愈合组织 忍受范围内 非破坏性动作 若以安全的强度与频率来执行运动 则疼痛与肿胀会每天逐渐减缓 病患的反应是决定运动进展和强度的最佳指标 临床上若是增加发炎迹象或关节活动度逐渐减少 则必须降低运动和活动强度 因为这会演变成慢性发炎 而回缩的疤痕将会造成更多的限制 关于运动或活动造成的过度压力迹象 强烈于蓝10.3 蓝10.3 运动或活动造成过度压力的迹象 运动或活动酸痛会在4小时后并未减少 以及在24小时后没有消除 运动或活动的疼痛提早出现 或在先前课程中增加疼痛 于数个运动课程中逐渐增加僵硬感 且减少关节活动度 愈合组织的肿胀发红及发热 数个运动课程中逐渐出现肌肉无力 患步的功能性使用减少 运动进展会引起一些可持续4小时的 暂时性的酸痛 但是若产生以上的迹象或症状 则活动、运动或牵拉方式的压力太大 应修改或降低强度 多角度次大强度的等长收缩运动 以不造成压力的方式 在亚籍性早期使用次大强度的等长运动开始 患步肌肉的控制和强化肌力训练 这也有助于病患学习会使用正确的肌肉 阻力的强度和角度选择 必须在无痛范围内进行 愈合中的受伤肌肉组织要开始等长运动时 应将肌肉置于缩短或放松的位置 以免心疤痕在裂痕处被拉扯 关节病变要开始等长运动时 将关节摆在休息姿势可能是最舒适的选择 且收缩强度应维持在不会产生疼痛的程度 主动关节活动度运动 在无痛范围内执行主动关节活动度 以建立动作控制 一开始会执行独立单一平面的动作 使用受伤肌肉执行轻度阻力 向心收缩运动 以及正确关节力学需要的肌肉 强化动作控制 使用合并动作对角线模式 诱发期望的肌肉收缩 但初期时 避免使用较强壮肌肉为主的动作 以免较无力的肌肉无法有效配合 并且避免换部肌肉无力的肌肉 在执行动作时复合过度 肌耐力运动 在亚急性期需要强调肌耐力运动 因为在关节肿胀 外伤固定不动后 慢缩肌肉纤维会第一个萎缩 首先 紧执行主动关节活动度 并强调控制 接着在愈合期 以低强度高重复次数的低阻力介入 而非使用高强度的阻力 必须确定病患 使用正确的动作方式之行 而非代偿动作 而且告知患部肌肉出现疲劳 或患部出现症状时 停止运动或活动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 若病患要执行肩关节曲曲或外展动作 应避免肩胛上举的代偿动作 病患若要做抬腿动作 对于确保安全及正确动作学习 宽部和脊椎适当的固定是很重要的 保护性承重运动 在愈合组织承受范围内的部分承重 或许能让患部在控制方式下早期附和并刺激肌肉的供迹收缩 提供强化帮助 查觉正确肌肉收缩方式 在建立病患侧边到侧边或前后转移重量动作的控制 当病患可忍受 将逐步增加运动强度或减少支持或保护的程度 对承重与稳定肌肉施加阻力以强化激励 注意事项 肌肉受伤后为了不让脆弱的组织受到额外伤害 亚急性期早期通常不会使用离心运动和高度阻力运动 如渐进式阻力运动 非肌肉组织受伤的话 离心收缩运动或许不会造成患部二度伤害 但阻力运动必须限制在低强度 避免延迟性诱发肌肉酸痛的发生 前拉运动的开始及进展 急性期限制活动及生成的疤痕年年 都会造成该部位愈合组织及相关结构的柔软度下降 因此为了增加活动性与促进生成疤痕组织的适当排列 必须针对涉及的组织执行迁拉技巧 而为了重获关节活动度 可能必须选用一种以上的技巧 组织暖身 使用仪器或主动关节活动度增加组织的温度 以放松肌肉 让迁拉更容易执行 肌肉放松技巧 未放松的肌肉会干扰关节松动术 和非收缩性组织被动迁拉的进行 必要的话 可先采用维持放松技巧 让组织达到允许的范围末端 关节松动术徒手操作技巧 若是减少的关节内动作限制活动范围 选择特定关节技巧配合迁拉来改善是很重要的 执行迁拉技巧之前 选择第三级持续或第三级与第四级震动技巧 恢复部分关节滑动 并因而减少对脆弱软骨的过度压迫 关节千张与滑动技巧可用来迁拉受限的关节囊组织 迁拉技巧 使用被动迁拉技巧 自我迁拉及长期机械性迁拉来增加分布在身体每个组织中 解体组织的延展性 此技巧运用神经肌肉 抑制技巧 达到放松及延展跨关节肌肉的效果 按摩 许多类型的按摩可用在软组织松动上 例如横跨纤维摩擦按摩 可用来松动韧弹及切口处 使它可以自由地在关节处滑动 另外 横跨纤维摩擦按摩 也可用来改善肌肉的疤痕组织或肌腱粘粘处 以取得疤痕组织的活动性 并依据组织反应 逐渐增加技巧的强度及时间 使用心的角度 病患必须使用心的范围 以维持从牵拉技巧获得的延展 并建立对心范围的控制 教导主动机 在心获得范围进行轻度阻力运动的居家运动 及自我牵拉技巧 并且协助病患 将心范围纳入日常活动使用 促成因素的矫正 持续维持或建立身体相关部分 尽可能正常的生理及功能状态 处理在稳定度、长度或激励方面 会造成问题的情况 或妨碍完全恢复的任何滋质性 或生物力学损伤 在病患忍受范围内 且不加剧状况下 恢复低强度的功能性活动 并继续再度评估 病患进展及病患 对控制活动的理解 慢性期的处理 阻止反应 成熟和重塑 极纤维母细胞活动造成的 疤痕收缩 通常在第21天完成 且停止疤痕大小的增生 因此从第21天到60天 这段期间是 纤维母细胞重塑的主要时期 成熟的过程 从压迹性期 后期开始 且持续数个月 疤痕组织的成熟和重塑 会随着胶原 纤维开始变后 及节制组织 因压力而重新排列发生 重塑时间会取决于 影响纤维母细胞密度 和活动度的因素 包括固定不动的时间长短 组织上的压力 伤口位置和血流 供应情况 组织的成熟 压迹性期后期 和慢性期 愈合组织状态的主要差异 在胶原蛋白品质的进步 走向和张力性强度 与慢性期 伤口大小的缩小 胶原蛋白数量稳定 而且合成与分解 达到平衡状态 根据结构大小 受伤程度或病例 受伤组织的愈合 及张力品质的进展 可持续12到18个月 组织的重塑 由于未成熟的胶原蛋白分子聚合 轻间接 并且粘连到临近组织 使用温和且持续的治疗 可轻易地重塑组织 这个过程可能会达到10周左右 若失利不大 千辉会粘连到临近区域 且形成限制型疤痕 当胶原蛋白的形态转换成 共价间接 且开始增厚 组织强度 将会增加较不利于重塑 到了第14周 疤痕组织将不再对重塑 有所反应 因此可知 旧疤痕组织的 签拉效果不佳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必须要适应性地 延展疤痕临近组织 或以手术放松 出力指引 恢复功能期 在这个时期 治疗师的角色 是定定对成熟的节地组织 安全施加压力之渐进式 柔软度和激励运动 协助病患返回功能 与工作相关的活动 重返高强度活动的病患 会需要更激烈的运动训练 以确保组织对压力的成熟度 并且训练神经肌肉系统 因应活动需求 由于成熟胶原蛋白的重塑 会产生在施加压力的部位 因此使用模拟作用于 组织正常压力的 控制力量十分重要 在施加压力方向上 会出现胶原蛋白的最大强度 因此病患仅在压力施加于 限制型软缩或捏连触时 感到疼痛 或在阻力运动的压力增加时 感到酸痛 为了避免形成慢性或复发性疼痛 必须牵拉软缩部位 或者打断并松动粘粘处 但过度或不适当失利 会造成再次伤害和慢性发炎 而妨碍其恢复正常的功能 资讯总结于蓝10.4 蓝10.4 处理指引慢性7恢复功能级 结构性与功能性损伤 软组织合伙关节软缩 及粘粘会限制正常的关节活动度 及关节内动作 肌肉表现降低 无力耐力及神经肌肉控制不良 减少患部的功能性使用 预计活动中无法达成正常的功能表现 招呼计划 1.病患教育 介入受伤后三周以上 1.教导病患安全的运动进展和签拉 监测了解程度和顺应性 教导预防患部再次受伤的方法 教导安全的生物力学 提供人体工学的咨询 2.增加软组织肌肉和和关节活动度 2.针对紧绷组织执行前拉技巧 关节级特定韧带关节松动术 徒手操作技巧 韧带肌腱和软组织粘粘 横跨纤维按摩 肌肉神经肌肉控制 被动前拉按摩柔软度运动 3.改善神经肌肉控制 肌力肌耐力 3.运动进展 4大到最大阻力 阻力性向心离心收缩 承重和非承重的特定运动 单一平面到多平面运动 动作简单到复杂 强调模拟功能性活动的动作 近端稳定控制下 加强远端活动能力 安全的生物力学 以慢速执行运动 由低重复次数到高重复次数 逐渐增加复杂度和时间 逐渐增加速度和时间 4.增加心肺耐力 4.以安全的活动来进展 有氧运动 5.进展功能活动 5.持续使用支持性和或辅助性设备 直到关节活动度达到功能性 并且关节内操作和支持性肌肉的肌力足够 进展模拟活动的功能性训练 从保护性且受控制下 到未保护且多变的 持续渐进式强化肌力运动 与进阶训练活动 直到肌力足以应付所需的功能性需求 注意事项 不应该出现任何发炎迹象 随着运动强度的进展 可能出现些许不适 但不应该持续到数个小时 活动进展过快 或者运动量过大的迹象 包括出现关节肿胀 疼痛持续4个小时以上 或者需要服用药物缓解 肌力下降更容易疲劳的情况 病患教育 除了限制型的疤痕组织 需徒手技巧介入外 病患在执行治疗计划中的运动上 估起更多责任 直到病患执行阻力 或自我牵拉时的生物力学安全进展 并且能够自我监测压力过大时 会出现的迹象与症状 建立能够安全返回娱乐 运动或工作相关活动需求的指引 重新检查及评估病患进展 并在必要时或有时间时修正运动 日常生活、工作或是体育活动中 若会造成病患损伤或阻碍恢复其活动 必须给予调整的建议 运动进展的考量 为了避免关节创伤 在有用或功能性关节活动度内的 自由关节内动作是必要的 若是关节内动作受限 应使用关节松动术 徒手操作技巧 只要不造成发炎迹象 这些牵拉手法可以是激烈的 适当的肌肉支持对保护关节是必要的 若肌肉无力 在执行功能活动时会出现错误的神经肌肉模式 而且支持不良或动作错误的模式会造成微少伤害 下肢肌力在肌力测试达到五分钟的四分之前 最好持续使用支持型或辅助性的行走设备 当关节内动作丧失时 为了增加肌力 可在允许范围内使用多角度的等长收缩 一旦恢复在允许关节活动度范围内的关节内动作 可在允许范围内执行动态阻力运动 这里并非指必须在开始动态阻力运动之前 就必须达到正常的关节活动度 而是指在允许范围内有适当的关节内动作 关节内动作的资讯经详见第五章 总之在患步进展到功能性运动时 关节动力学、肌力和柔软度应达到平衡 牵拉的进展 牵拉任何限制性软缩或粘连时 因针对所涉及的组织进行徒手技巧 例如关节中动术、徒手操作技巧、肌筋膜按摩 PF牵拉以及被动牵拉再加上自我牵拉 在这个阶段 只要治疗后24小时没有增加发炎迹象 就可进展牵拉技巧的强度和时间 肌肉表现运动的进展 建立神经肌肉控制、肌力和耐力 随着病患组织愈合 治疗的进展除了促进愈合组织适当的成熟和重塑外 让病患准备恢复功能性愈后结果的控制性渐进运动 也是重点之一 若病患因抑制、无力或使用代偿模式而不使用某些肌肉 应单独使用该肌肉或执行单一方向动作 建立对该肌肉活动及动作控制的察觉 从单独、单一方向、简单动作、渐进到复杂 及期望执行活动协调所有肌群的多方向动作 进展强化肌力运动以模拟特定需求包括承重和非常重运动 避锁链及开放链 以及离心和向心收缩 进展躯干稳定、姿势控制、平衡运动 并且结合肢体动作以达到有效的全身动作模式 照到安全的身体力学 并复制工作环境让病患练习活动的执行 常被忽略但很重要的是预防疲劳相关的伤害 应建立主要动作肌肉、稳定肌肉的肌耐力及心肺耐力 恢复高需求的活动 从事体育活动或身处于繁重工作环境的高活动需求病患 必须进展到更激烈的运动训练 包括增强式训练、灵敏度训练以及技巧的建立 使用特定、渐进式阻力和增强式训练练练习的控制性环境 建立模拟工作或体育活动的运动训练 当病患呈现执行动作的能力 增加重复次数与动作速度 可改变环境及在活动中增加惊喜或变数来增加难度 正确教导安全的运动进展 及如何避免伤害性的压力是很重要的 若尝未恢复到符合任务需求的功能性 无痛动作范围、激励、耐力与技巧 便急于重返引起伤害的活动 经常都会导致再次受伤和疼痛发生 累积性创伤、慢性复发疼痛 组织反应、慢性发炎 从前述内容中得知 当组织受伤后会经历修复的愈合过程 但若结底组织重复受到大于本身修复能力的外在压力时 发炎现象就会持续下去 而纤维母细胞增加 胶原蛋白生成增加和成熟胶原蛋白退化 都会造成新的未成熟胶原蛋白的产生 这会造成组织整体变弱的结果 此外,肌腔为母细胞持续的活动会使得动作逐渐受限 另外,前拉发炎组织将持续造成刺激和造成渐进的限制 慢性发炎的原因 组织无法承受重复性或过度压力所施加的压力 因此产生长期或复发性疼痛 并导致活动与功能限制 过度使用累积性创伤、重复性拉伤 这些术语描述造成重复性伤害的促成事件 随着时间重复性微小创伤或重复的长期过度负荷拉伤 会造成结体组织、结构变弱 疲乏性崩解、胶原纤维交叉件、结构崩解及发炎 一开始时,微创伤引起的发炎反应尚在预知以下 但最后会变成可感受到的疼痛并造成功能障碍 基建的重复性微小创伤会导致基建退化 研究证实当基建病变早期会产生发炎 但当基建开始退化 发炎状况会大幅度消失 导致有人宣称这并非发炎的问题 基建病变的组织上发现有不良的愈合、反应 即胶原蛋白退化 纤维变系与排列不良 细胞过多以及分散的血管向内生长 创伤 过度施加重复性伤害所造成的创伤 会造成没有办法完全复原的状态 这很可能是在原本伤害 未适当愈合前就太早重视高强度功能活动所致 而连续的再次受伤会导致慢性发炎和功能障碍 就疤痕再度受伤 疤痕组织不向周围 未受伤的组织来得有顺应性 若疤痕组织与附近的组织粘连或未因为组织所承受压力适当排列 这会造成力量传递及能量吸收上的改变 因此比起正常而健康的组织 该区域会变得更容易因压力而受伤 乱缩或活动不良 错误的摆位习惯或长时间固定不动 都会造成结起组织乱缩 因此在从事重复或剧烈活动时亦受到压力 促成因素 根据状况的发生原因 通常有些因素会造成问题 除了组织错误与病理阶段外 也需要找出造成重复性伤害的机械性原因 所以需评估可能会造成持续刺激的错误力学或错误习惯 可能包括关节周围的肌肉长度和肌力间的失衡 造成关节动作的错误机制或肌肉的错误失利 快速或过度的重复离心收缩会让肌肉来不及 对将承受的负荷做准备而造成组织问题 特别是在肌肉肌间交接处 肌肉无力或无法承受过度力量 导致肌肉疲乏 收缩力及冲击吸收能力下降 并且增加知识组织的压力 骨骼排列不良或知识结构不足以引起 关节在力量转换时有错误的关节力学 例如扁平足的关节稳定度不良 活动的一般强度与需求改变 例如运动、类型训练增加或改变 以及工作需求改变 伤后恢复活动时间过早 肌肉肌间单位还薄弱 尚未准备好承受活动造成的压力 持续不熟练的姿势或动作 使身体部位处在力学的不良状态 导致姿势性疲劳或伤害 环境因素 例如工作环境不符合人体工学设计 过冷、持续振动或是不适当的承重表面 站立、走路或跑步都容易造成上述的因素 年龄相关因素 如一个人无法执行年轻时可执行的相同活动 其组织已经无法承受持续的压力 训练错误 例如使用不适当的方法 强度、数量、设备或是参与者的状况 也会导致压力异常 合并数个作成因素也经常会引起症状 处理指引慢性发炎 当病患出现慢性发炎的迹象或症状时 重要的是要控制发炎情况 换句话说 就是要将它视为急性处理 一旦发炎受到控制后 再处理损伤和功能限制 处理指引总结于蓝10.5 蓝10.5处理指引慢性发炎 累积性创伤症候群 结构性与功能性损伤 患部组织不同程度的疼痛 只有在执行重复活动之后 执行重复活动当中和之后 试图执行活动 完成活动之前 持续且无缓解 软组织肌肉和或关节轮缩 或捏捏或限制正常关节活动度 或关节内动作 疼痛区域的结体组织无力 姿势性或稳定性肌肉 和受伤的主要肌肉无力和肌耐力不良 结抗肌的长度和力量失衡 生物力学的功能障碍 减少该部位功能性使用 错误的摆位或动作模式 使得问题持续存在 招呼地化 一 病患教育 慢性发炎时的介入 一 告知引发慢性发炎的原因 并避免发炎部位受到压力 改善环境 以减少对组织的压力 纳入居家运动计划 以强化治疗性介入 二 促进愈合 减少疼痛和发炎 二 冰敷压迫按摩 让患部休息 停止机械性压力 使用腹目贴扎石膏 三 维持患部组织的完整性 及活动性 三 在疼痛限制范围内 执行无压力的被动动作 按摩 肌肉定位收缩 四 建立相关区域的支持 四 姿势训练 稳定训练 照护计划 一 病患教育 介入控制动作和恢复功能期 一 人体工学咨询 避免症状复发 居家运动指导安全的进展 牵拉及强化激励运动 告知压力过度时的迹象 二 建立强壮和可活动的疤痕 二 摩擦按摩 软组织松动术 三 建立肌肉长度和激励的平衡 三 以合适渐进式牵拉和强化激励运动 矫正肌肉及关节错误的机制 四 进展功能独立性 四 训练肌肉达到功能需求 必要时提供其他替代方式或辅助 训练协调和时序建立耐力 五 分析工作活动 五 改造居家工作体育活动的环境和工具 注意事项 若这行迁拉后出现关节活动度逐渐下降 必须停止迁拉 并重新评估且确认疤痕组织是否仍在慢性发炎 或发生防御性肌肉收缩 注意患部稳定 并以安全且适合的动作模式训练 慢性发炎及性肌 因为组织持续受到刺激而延续发炎反应的话 必须控制发炎以免产生持续组织破坏及过度八分生成的不良影响 除了运用设备和让患部休息之外 重要的是先找出并改善慢性刺激的机制 这将需要病患配合 向病患说明组织在持续发炎下的组织反应及破坏情形 并解释介入的策略 临床提示 使用图示有助于让病患了解累积性创伤症候群 对组织破坏的机制 例如当一个人重复拿榔头挑打自己的手指甲 或是在愈合之前重复性刺激或抓皮肤的伤口会出现什么情形呢 有助于病患察觉肌肉骨壳系统问题产生的重复伤害 因而停止再去刺激患部 一开始只允许进行没有压力的活动 以安全地不造成患部压力的运动强度开始 如同急性伤害的情况 相关区域采取适当正确的运动强度介入 而不对患部组织造成压力 慢性发炎后遇核之压急性与慢性期 一旦因慢性发炎引起的持续疼痛减少 便可控制患部受到的压力来进展病患的运动计划 直到结底组织再度承受功能活动的强度为止 若有慢性收缩的疤痕限制关节活动 或因为微小破裂持续造成刺激 则以摩擦按摩、软组织、徒手操作技巧 或牵拉技巧来松动疤痕组织 若发炎迹象是因为牵拉手法所造成 则以急性伤害处理 由于慢性发炎会导致疤痕组织增生和疤痕收缩 因此活动度逐渐下降为牵拉强度 过强的警讯 肌肉防御性收缩是身体保护患部 避免过度动作所产生的迹象 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强调患部的稳定度 并且以安全且适合的动作模式进行训练 找出造成肌肉及关节机制错误的原因 强化肌力训练及稳定运动 并结合工作和娱乐的调整 对于尽量降低动作所引起的刺激是必要的 由于造成慢性发炎的原因 往往是无法附和重复性活动 因此肌肉在教育计划中 肌耐力中的训练是重要环节 需考量在期望的功能活动中 姿势稳定肌及主要活动肌的耐力 在病患愈合慢性期持 进展运动已建立功能性独立 运动需要针对需求 且包括持续协调性及技巧 为了重返职场做准备 可选择模拟工作环境及强化工作计划 对于重返体育活动的个体 特定体育活动的训练是很重要的 注意 特殊的过渡使用症候群 将在该部位的章节中详细说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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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